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需要每年接种这个疫苗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数据 我们也是很难预测 现在我们只是在观望 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接种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预警 新型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成为 与人类长期共存的流行性疾病 那么人类是否需要每年都接种冠病疫苗 成了大家近期最关注的课题 马大医学院社会预防医学 梅凤铭教授就认为 暗线有的研究结果 我们确实需要每年都接种 而我国的研究机构 难以从政府获得本土数据 因此只能够观望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无法深入研究疫苗的有效性 以及持久性 它的功效是可以有多久了 一年还是半年还是两年之类的 所以我一个同事 他也是在呼吁政府 要做一个疫苗的数据库 因为我们这里现在是有各种各样的 不同品牌的疫苗 其实是在买死家它是有的 然后如果他们是接种了两剂的疫苗 还是确诊呢 我们要知道是他在是多久的时间之后 确诊 然后他接种的疫苗是什么 如果我们有这个数据库呢 我们就知道什么的品牌的疫苗呢 它的有效性它是可以有过久 过了多少年或者多少个月 几个月才需要再接种这个疫苗 我觉得是我们是应该是需要每年接种这个疫苗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数据 我们也是很难预测啦 但是现在我们只是在观望 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接种疫苗 当然是有一小部分的人接种了疫苗 他还是会确诊 我们从美国和英国的数据我们有看到 这些多数都是年老年长者 他们的这个抗体比较低 抵抗力比较低 所以如果是其他的成年人呢 我们甚至是需要那个数据库 如果可以的话 那个Maisiciatra那个数据呢 可以传说出来给我们研究是最好的 我们马大的同事是时常都是说 最少要5万人的数据库 来我们才可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哪一个疫苗是可以的有效性有多久之类的 尽管专家多次呼吁政府公开更多的数据 将官兵疫情资讯以及疫苗数据透明化 也准确地对抗疫情 然而始终没有获得回应 这令美凤铭教授以及前副卫生部长李文才感叹 政府的行动就像是在打一场盲目的战争 他所立出的要求我们都有做到啦 但是到最后他还是没有给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好像是confidential这样啦 不想 我觉得是我们的政府没有有效的运用那个数据 他们是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些数据 其实我们大学是很欢迎很喜欢我们已经有申请要研究他的数据 看到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呢 部长记得签名了 但是我们还是拿不到那些数据 我们尝试了很久还是拿不到那个数据 卫生部里面的人员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做这些数据的研究 我们其实是很欢迎很喜欢要得到这些数据来提供更好的准确的讯息啦 政府也是没有不是很那些数据呢也是没有什么开放 只是他喜欢就报告一点给你知道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有些人是说我们不应该关闭那些工厂 因为他们只是20% 其实80%是那些零性病例 零性病例就是说它已经在社区已经很广泛的传播了 我们真的是很难控制啊 也是以前所犯的错啦 我想这个数据其实还有很多争论的地方 因为不同的人讲的数据其实是不一样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时空的差距 一个是可能一个阶段 某一个阶段是社区 比较多 一个阶段是工厂比较多 另外的可能是它是算病人呢 还是算cluster 可能因为80%的cluster是没有的好追缘的嘛 所以这些cluster多数是社区的 那病人来讲应该还是工厂战绩 最多的病人还是来自工厂 所以对于整个医疗系统的这个压力 也是主要还是来自工厂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数据的话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现在打一个盲目的战争 就遮自己的眼睛 到处开枪 希望能够不小心打死那个敌人 这个是不正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